她本以为今天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却没想到 她的未婚夫竟然在婚礼上 为了前一友而抛弃了她 她穿着婚纱 站在话中间 听着电话里她的声音 心如刀脚 子玲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结婚了 柔柔自杀了 她是我最爱的人 她的眼泪滑落 她的笑容凝固 她的世界崩塌 她想不明白 他们相恋四年 她对她的甜言蜜语 她对她的承诺 她对她的温柔 都是假的吗 她想不通 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 这么残忍地伤害她 她想不出 她该怎么面对外面等待的亲友 怎么挽回她的名誉 怎么继续她的生活 她气得发抖 她恨得发狂 她决定 她要让她后悔 让她付出代价 让她知道 她白子玲不是好欺负的 她拿起头杀 狠狠地扔在地上 她要去找她 跟她算账 就在这时 门被推开了 她的未来婆婆和小姑子走了进来 一脸焦急地说 子玲 你知不知道 云轩逃婚了 她瞪着他们 冷冷地说 知道 他们愣了一下 然后又说 知道你还这么淡定 你给她打电话呀 让她快回来 宾客都到了 新郎官却消失了 这让我家的脸忘乃哥 她听了 气得差点吐血 他们居然还有脸说这种话 她怒视着他们 毕生说 你家的脸 你儿子都不管你家的脸面 我凭什么要管 他们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 然后又开始指责她 说她是个狐狸精 勾引了他们的云熏 却留不住她的心 说她根本比不上柔柔 说她是个没用的废物 她听得心里火冒三丈 她忍不住扇了小姑子一个耳光 然后跟他们大打出手 她不想再忍受他们的欺负 她要让他们知道 她不是软柿子 她也有尊严 她也有骨气 她打得他们母女俩哭爹喊娘 就在这时 她的妈妈和舅妈等人赶来了 看到他们的惨状 惊讶地问 这是怎么了 她哭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 他们听了 都气得蹊跷生烟 纷纷骂起楚家的人来 她的妈妈抱着她 心疼地说 女儿 你别难过 妈妈会帮你想办法的 你一定要挺住 不能让那些人看扁了 她的舅妈拍着她的肩膀 义愤填膺地说 子凌 你放心 舅舅会替你出了这口气的 你就等着她好戏吧 我保证让那个混蛋后悔一辈子 她看着他们 心里暖暖的 她知道 他们是真心爱她的 她不是孤单的 她还有他们 她擦干眼泪 点点头 说 谢谢你们 我没事 我不会被他们打倒的 她的眼神里 闪过一抹坚定 她的心里生起一股勇气 她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她要开始她的复仇计划了 今天是白子凌的婚礼 她本该是最幸福的新娘 可是 她却在化妆间里 拿着手机 疯狂地刷着微博 妈妈 舅妈 你们先去招待客人 告诉司仪和酒店工作人员 婚礼会延迟一些 白子凌冷静而有序地组织一切 白母不知道女儿打算做什么 临走前担忧地说 玲玲 如果不结婚就算了 千万别做违法的事情啊 白子凌瞬间明白了妈妈的担忧 心变得安静 白子凌开始思考 她性格开朗 朋友很多 但在脑海中仔细筛选人选 还没想出个所以然 厨母回来了 她趾高气昂地说 我已经为你想好办法了 你等一下自己上台 说云勋临时出差 被公司喊走了 这种借口 谁会相信呢 但想到接下来的计划 白子凌的嘴角微微上扬 她乖巧地应道 好 我知道了 阿姨 厨母感到意外 毕竟她听到婆婆出这个主意时 都感到有些悬 白子凌刚刚张牙舞爪的样子 让人觉得 她不是那么容易答应的 然而 白子凌的同意 正好符合厨母的期望 她露出满意的表情 厨母看在镜子中 白子凌婉约娇美的脸庞 眼神变得温和 这个儿媳虽然家境普通 但也算是书香门第 家世清白干净 而她的外表和性格 更是一决 更别提她年轻轻 就拥有精湛的医术 相比之下 那个年纪轻轻就勾搭男人 动不动就哭 还错合楚云勋 跟她离婚的夜柔弄 白子凌简直强数倍 楚母耐心地劝说 男人都喜欢撒娇 性格娇柔的女人 等云勋回来 你别跟她吵闹 男人有时候会犯错 也是因为你不够温柔 你要包容忍耐 得到她的喜欢 白子凌听了这番话 拳头紧绷 但她保持着官方微笑 楚母竟然将 楚云勋的出轨逃婚 归咎于她 说得好像她是受害者一样 她不能吵闹 反而要低声下气 忍辱负重 楚家的儿媳很光荣 真是可笑 白子凌在心里唾弃 但表情依旧温和 我知道了 阿姨 请您回去吧 楚母对白子凌的观顺 感到非常满意 满脸得意地离开 她的儿子有魅力 让白子凌死心塌地 之前白子凌爆发 也是因为太爱楚云勋 无法接受她的逃婚 白子凌同样聪明 知道要抓住这个机会 否则以后能否进楚家门 就说不准 看着楚母昂首离开 白子凌吐出一口浊气 微笑着别有深意 她轻声对自己说 希望你接下来 也能这样得意下去 在整节明亮的化妆间里 灯光明亮 婚纱上的钻石闪耀 但都不及她那张 水灵出尘的笑脸夺目 涂了口红的唇半红润 唇珠圆润 看起来饱满风银 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她握着拳头 语气坚定 白子凌 加油 谁都不能看你的笑话 不就是新郎吗 她可以找到更好的 小姑娘白嫩的脸蛋 写满坚韧和倔强 脚下伸了根 直到那双人人明亮的星眸 对上她的视线 男人才回身 她微微垂眸 排不离开 是个漂亮可爱的女孩 只是命苦了点 遇到这样的婆婆 嘿 你等一下 身后传来女孩激动的声音 高跟鞋撞击地面 脚步声清脆 一股带着甜意的风吹来 男人脚下一顿 她转身 穿着婚纱跑步 实在不是个好主意 比如现在 鞋跟踩到裙摆 脚下一滑 白子凌原本兴奋的脸 被惊慌取代 扎住女孩的胳膊 握住时 她心里一惊 竟然这么柔软 摸着就像豆腐一样 她用了点力 白子凌被一拽 向前扑去 撞进男人的怀里 轻烈淡淡的香味 将她笼罩其中 男人坚硬如墙 她额头发红 鼻尖发酸 眼里涌出水雾 白子凌抬头看着男人 她轮廓分明 下额线流畅 狭长的眸如黑钥匙透彻 连眼冷翘 这张脸完美到无可挑剔 在看她的那一刻 白子凌觉得 今天的新郎已经选定 她找不到 再比眼前这个男人更帅的 白子凌站台笑容 帅哥 有女朋友吗 他有道德操守 有主的男人不用 男人微微低头 他太娇气了 撞一下额头就红了 小小的鼻子也红红的 眼里满是水珠 好像下一秒就要掉下来 男人脑海中 浮现一张揉着眼睛哭泣的脸 他穿着小裙子 坐在草地上 哭着控诉 最讨厌你了 诚哥哥最讨厌了 他脸没 没有 语调沉稳 嗓音醇厚 像是一首悠扬的钢琴曲 两个字让他怀里的女人 双眼发光 眸中闪耀着星星 长这么帅 没有女朋友 这不是给他量身定制的 绝佳新郎吗 跟我结婚 我给你买车买房 白子凌大胆地 拉住男人的胳膊 眼里闪着光芒 他的手指细嫩 衬着黑色的衬衫 显得更加白皙 像是能捏出水来 他收回视线 后退一步 与他保持距离 白子凌以为他拒绝了 脸上的笑容消失 睫毛颤动 明亮的瞳孔黯淡下来 他抬头看着男人 他身材高大 脸庞俊朗 气质出众 他心里不甘心 他低下头 声音低沉 我今天本来要结婚的 可是新郎跟他的前女友跑了 他妈妈还怪我 没能留住他的心 他妹妹还想打我 我四年的青春 就这样白费了 这是他的真心话 他心里又气又伤 跟楚云勋四年的感情 他竟然这样对她 不过他想到自己的目的 眼角微微一动 泪珠顺着脸颊滑落 他哭诉着 我亲戚朋友都来了 他们都会嘲笑我被抛弃 他的发丝凌乱 鼻子发红 眼角泛着泪光 看起来可怜无助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怎么就这么倒霉 他说着命苦 男人却没有错过他落泪之前 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机灵的光芒 而且刚刚他跟楚母说话时 虽然表现得很乖顺 但并没有一点软弱 现在却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小姑娘还太年轻 就算有点小聪明 在她面前也是太稚嫩 一眼就能看穿 不过他抬起白嫩圆润的脸蛋 看着她 鼻尖红红 杏眼水汪汪 跟她记忆里的那张脸重合 男人微微挑眉 没有揭穿她 只是点了点头 我帮你 话音刚落 眼前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一下子抬起头 泪眼婆娑的看着她 真的吗 呜呜呜 你真好 说着话 白子玲擦掉眼泪 眼底闪过一丝脚下 嘿嘿 她就是聪明 帅气新郎到手 白子玲仰起小脑袋 眉眼间满是得意和开心 她却不知道 她的一切小表情 都被男人看在眼里 这个小丫头 还挺有意思 白子玲拿出手机打电话 喂 你帮我买些乌龟 再买点绿色的帽子 等会儿我有用 妈妈 让司仪准备一下 一个小时候 听着小姑娘 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男人低眼看去 她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里 充满了恶作剧的快乐 真是一个披着软绵 无害羊皮的活泼灵动小狐狸 她也是活吐了 竟然会觉得她们相似 记忆里的人可比她傻多了 化妆静米 一道高大的身影映入眼帘 她依旧一身黑色西服 宽肩窄窄腰 身材修长 比例完美 她的脸庞棱角分明 冷俊帅气 一双黑眸深邃有暗 她们的目光相遇 白子玲的心跳加速 她快步跑向男人 眼睛闪烁着光芒 她张开小嘴 毫不吝啬地夸奖道 你太帅了 你一定会惊艳全场 但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目瞪口呆 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泪痕 额头上的红液也消退了 她的眼睛清澈明亮 像是香满的星星 她心里很清楚 这个男人是她的救命稻草 她怎么能不夸她几句呢 我真是太幸运了 能够遇到你 这是多么巧合的缘分啊 男人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她记得前几天 这个小姑娘还在抱怨自己命苦 倒霉透顶 白子玲拉过一把椅子 热情地邀请道 帅哥 你过来坐吧 你对婚礼流程不熟悉 我给你讲讲 她昨天参加了彩排 对婚礼的细节了如指掌 她一边说 一边看着男人 发现她的目光落在她的嘴唇上 她说话的时候 她的牙齿雪白 舌尖叫红 男人不动声色地移开了视线 她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 笑起来很甜美 她的笑容在她的黑毛里倒映出来 让她的眼神也柔和了几分 婚礼大厅内 你家的媳妇真不错 云轩逃婚了 她还敢自己上台 楚家的亲戚惊讶地说 楚母得意地摇摇手 语气骄傲 这有什么稀奇的 我儿子从小就有魅力 很多小女孩都想嫁给她 她的话让其他人听得不耐烦 他们早就听腻了她 吹嘘自己儿子的话 他们的目光无意中扫到一处 一个女人惊呼道 怎么会有乌龟呀 众人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只小乌龟 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 慢慢地爬着 与此同时 还戴着绿帽子 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是啊 说起来 这婚礼快要开始了 新郎人呢 你还不知道吗 新郎逃婚了 啊 那新娘怎么办 婚礼现场突然冒出来 几十只戴着绿帽子的乌龟 让人大跌眼镜 众人纷纷议论 楚母一家的脸色难看极了 这么多绿帽子的乌龟 难道是在暗示什么吗 等到现场被清理干净 灯光一暗 思宜走上台 10月1日 中午11点20分 婚礼正式开始 这个婚礼的场地和新郎 都是白子玲亲自挑选的 白子玲回头 看到身后站着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 他是他的新郎 他对着秦玉成露出笑容 但他的眉头微微促起 眼底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紧张 他有些紧张 他才22岁 选择嫁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可惜他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但他不得不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他看出了他的不安 秦玉成声音低沉而坚定 带着安慰道 别怕 他只说了两个字 但白子玲的心却平静了许多 他深吸一口气 站在升降台上 缓缓降下 外面传来思议的声音 有请美丽的新娘 闪亮登场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前面的门打开 无数的小灯一起亮起 全都照在穿着婚纱的女人身上 左边的台下是他的亲戚朋友 右边的是楚家的亲戚朋友 他们几百双眼睛都看着他 有的惊讶 有的羡慕 有的亲烈 他却不为所动 迈着优雅的步伐向前走 优美的音乐响起 灯光随着他的身影移动 他穿过淡蓝色的花束和气球 他的婚纱白的耀眼 他站在最中央 如同月中明珠 白子玲微微一笑 接过思议递过来的麦克风 首先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来参加我的婚礼 其次 感谢本婚礼的独家赞助商 楚云勋先生一家 白子玲一挥手 一束灯光照在 坐在最前排的楚云勋奶奶 爸妈 妹妹身上 感谢楚先生一家 对我婚礼的慷慨赞助 包括场地 工作人员 酒席等等 我非常感谢楚先生一家 对我婚礼的慷慨赞助 无论是场地 工作人员 还是酒席 都是他们的功劳 我十分感激 楚家人误以为白子玲在开玩笑 为了活跃气氛 见镜头扫过来 他们便对着镜头咧嘴一笑 他们的脸 在白子玲身后的大屏幕上 清晰可见 可是白子玲的下一句话 让他们的笑容瞬间凝固 白子玲转过头 看向对面的升降台 好了 不多说了 有请我的新郎 闪亮登场 新郎 云轩不是逃婚了吗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新郎 知情的人都惊呆了 目光跟着白子玲的视线看去 升降台缓缓降下 露出一双黑色的西装裤 修长抵直的双腿 紧致的腰身 等到看清男人的脸 不知情的人惊叹出声 这才是新郎 我怎么记得 银边海报上的男人 没有这么帅呀 有人疑惑地问 这个男人是新郎 那楚云轩算什么 对呀 新郎楚云轩 不是逃婚了吗 怎么又换了一个新郎 议论声此起彼伏 他们忽然想起了 刚才那些戴着绿帽子的乌龟 他们相互对视一眼 难道楚云轩被绿了 这也太爱 而楚家人 在看到秦玉成的那一刻 全都惊讶地站了起来 楚母尖声质问 白子玲 她是谁 她的声音刺耳 让周围的人都皱起了眉头 白子玲没有理会她 只是笑眯眯地看着男人走过来 灯光照在男人的脸上 她的五官俊朗无比 鼻梁高挺 嘴唇性感 身形挺拔 两人定肩而立 男人高大英俊 女人娇俏可爱 一对天作之合 白子玲自然地挽住男人的胳膊 两人的距离缩短了 亲密无间 少女的清香 飘入她的鼻孔 秦玉成低头看她 没有推开 她的眼睛画了淡淡的眼线 上条的眼尾 像是猫一样狡黠 又带着几分娇媚 她对着楚家人难堪的表情 笑得灿烂如花 她是秦玉成 是我的新郎 她的声音清脆甜美 传入在场每个人的耳朵 虽然知道是假的 秦玉成却感觉心头一动 楚家的亲戚 眼巴巴地看着楚母一家 其中一个女人捂着嘴偷笑 三嫂 你不是说你儿媳妇 对云轩一往情深 就算云轩逃婚 也要坚持嫁给她 自己上台 也不怕丢人吗 现在怎么 她提高了音量 你平时说云轩 是天上有地下屋的好男人 你精挑细选的儿媳妇 是绝世家人 现在看看 楚云轩逃婚了 她马上就换了一个 比云轩还帅的新郎 楚母一向强势霸道 得罪了不少人 不过她老公有权有势 他们不敢得罪她 可是现在 她的儿子被戴了绿帽 她的儿媳妇又换了新郎 这是个好机会 自然有人敢于嘲讽她 她的声音很大 楚母一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本来想炫耀的 结果被人讥笑 他们的脸色难看得要命 她本来是个温柔贤惠的未婚妻 却在婚礼当天换了个新郎 还是个比前任帅气富有的总裁 楚家人皆知楚云轩逃婚之事 楚父与楚母已携手度过几十个春秋 性情相投 首先浮现在他们脑海的是 白子玲的无能 竟未能使楚云轩收心 致使其逃婚 令楚家蒙羞 然而 妻子提到白子玲愿意独自站台时 楚父松了口气 虽然这样做也不光彩 但总比取消婚礼要好看 此刻 他们目睹舞台上的男女 楚福脸色阴沉 白子玲 你个卑鄙之人 居然在我儿子背后偷情 楚母怒气冲冲地冲上台 指责着白子玲 在众亲友面前宣告 秦玉成是她的新郎 那她儿子楚云轩 起飞成了戴绿帽的丑爵 突然间 楚母想到了什么 怒斥道 那些戴绿帽的无赖 难道是你搞的鬼 之前只觉得绿帽不吉利 但现在楚母却感到厌恶至极 今后 亲朋好友将如何看待楚家 白子玲无辜地耸耸肩 阿姨 您说些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呢 阿姨 偷情 我哪里偷情了 她转向秦玉成介绍 亲爱的 这位是楚阿姨 台下的是楚叔叔 我们婚礼的赞助商 赞 楚母欲言又止 白子玲打断她的话 只是楚夫说 叔叔 刚刚夜柔柔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因为不太雅观 我犹豫是否与亲友共享 何等照片 能用不太雅观四字形容 她是在威胁自己 楚父额头清清乱暴 脸色有铁青变为乌黑 与锅底相媲美 在座有她的亲戚 也有工作上的伙伴朋友 若白子玲公之于众 将她儿子与别的女人的床照曝光 她老脸忙哪哥 今后楚家如何经商 她选择了顺着白子玲 如此一来 楚家成了受害者 而白子玲则是阴险狡诈的女人 她并未怀疑白子玲的言辞真实性 因为她觉得夜柔柔确实能做出这样的事 楚父站起身 拉回楚母 拿过麦克风 面向亲朋好友 我儿子云轩与白小姐有缘无分 今天白小姐又寻觅到良缘 我衷心祝福他们 她叹了口气 白小姐突然换新郎 事情来得匆忙 我夫人一时失态 我替夫人向白小姐道歉 白子玲挑眉 难道是要将责任推到她身上 眼眸微动 微笑着说 叔叔别客气 其实我还要感谢你们 婚礼的花费可不小 让你们破费了 他们出钱 楚母听到这卑微的话 气得怒火中烧 若今天真的花了钱 将来起不成了笑柄 楚家不仅戴绿帽 还帮着白子玲和野男人办婚礼 楚母冲上台 不留 人话还未说完 楚母就被丈夫制止 在丈夫警告的目光下 她咽下了即将说出口的话 憋着怒火 一张精心保养的脸 被气得扭曲 对于楚家而言 这只是小数母 楚父也是气愤 她强忍着 语气中带上几分不屑 他们楚家实在有资本 不在意这点钱 白子玲对楚母的责骂置之不理 宛如偷吃了猫的脚侠 笑得开怀畅快 故意激怒她 果然 看着白子玲毫不掩饰的笑容 楚母气得简直想扑上去撕碎她 怒气憋在心底 脸色涨得通红 等楚父拉着楚母下台 白子玲收脸笑容说 叔叔阿姨 我和我老公在这里 也祝福楚云勋和柔若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虽然楚云勋出轨在先 但我现在找到了我的幸福 我一点都不怪她 她刚才没直接还嘴 只是为了等楚父答应婚礼费用 叔叔 刚刚您答应 给我和我老公当婚礼的话 都被录下了 如果您提前离开 想逃单 我会把视频给你们小区 公司的人每人发一份 她的声音轻快 玩转悦耳 让人听了 心情不会变好 但楚家人脸色异常难看 白子玲反击成功 宣告了他们的计划失败 这个责任 还是要楚家来承担 所有人都知道 是她儿子先出轨 白子玲虽然无缝衔接 但恶劣的始作俑者是她的儿子 因为白子玲手里握有她儿子的床罩 他们无法反击 只能忍气吞声 楚父脸上的笑容再也挂不住 她甩手离开 真是小看了白子玲 之前觉得她家是普通 性格温柔好欺负 今天一看 分明是个披着羊皮的狼崽子 她明白 楚家注重面子 怕丢人 于是光明正大的威胁他们 迫使他们认怂 看着楚家人离开的背影 白子玲笑得开怀 床罩 我根本没有 纯属是在恐吓楚家而已 还想让我背锅 哼 门都没有 她虽然声音很小 但距离其一尘太近 这句畅快开心的话 传进了男人的耳朵 白子玲的脸蛋白里透红 皮肤细腻 那双大大的眼睛 弯如月牙 明亮照人 秦玉成的目光 落在她柔软的脸蛋上 手指有些痒 手机铃声响起 她走到舞台边缘 接通放在耳边 秦总 您不在房间吗 她淡淡喷了一声 有事 有文件需要您过目 您方便吗 我给您送过去吧 余光扫道 看着她的白子玲 只见清点手机壳 不方便 我在结婚 结 刚顺着秦玉成的话说一个字 助理大脑一个机灵 她捂着小心脏 尴尬地笑了两声 秦总真幽默 很幽默 但秦总下次别再幽默了 冷着脸看笑的样子 真的太可怕 秦玉成微微挑眉 将手机放进口袋 这个刚上任的助理 还不了解她 她从来不开玩笑 楚家人都离开了 其他亲戚朋友 左看看右看看 一时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继续坐下官吏 还是跟着楚家人离开呢 他们还从未遇到过 突然换新郎的情况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已经都交了 坐着吃呗 众人一想 也对呀 走了不就亏了吗 楚家的亲戚留下三分之二 白子玲也无所谓 反正楚家掏钱 他们想吃就吃 婚礼继续 伴郎伴娘站在一起 看着舞台上十分登对的两人 新郎因前女友出轨逃婚 新娘找个比前任帅的男人 继续结婚 没了半天 只说了句 六 白子玲和楚云勋 谈了四年恋爱 他们互相都认识 如今看着两人的操作 他们双方谁都不能指责对方 白子玲 你今天把我这张老脸都丢进了 拾木拐杖敲击地面 发出沉闷的声音 亲戚朋友 现在谁不知道 我白家孙女水性洋花 在婚礼当天换个新郎 你怎么敢 老二 你们两口子费尽心思 就交出这样的女儿 坐在沙发中间的 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用拐杖敲击地板 发出沉闷的声音 她的嗓门极高 她明明是豪门少夫人 却被未婚夫 抛弃在婚礼上 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找了个比未婚夫 更帅更有钱的新郎 可谁又能想到 这个新郎 竟然是她小时候的死对头 客厅里坐无虚席 白子玲的姑姑一家 三叔一家 还有外婆的舅舅舅妈 姨妈姨父等人 挤得满满当当 老太太 也就是白子玲的奶奶 投向孙女的目光 充满嫌弃和鄙夷 仿佛在看待仇敌 亲家婶子 你说的不对 子玲怎么可能水心洋花 是楚家做事不地道 白子玲脾气暴躁 性格豁达的大舅妈 站起来反驳 老太太冷冷回应 我骂我孙女关你什么事 大舅妈立刻还嘴 你骂我外甥女 难道就关我什么事 白子玲悄悄对着 站在一旁的秦玉成 竖起大拇指 男人注意到她的小动作 白子玲轻咳一声 悄悄地靠近男人一些 她压低声音说 我奶奶说话难听些 你当没听到就好 看着大家的视线离开 白子玲小声道 今天谢谢你呀 她靠近时 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 秦玉成不动声色地站远一些 对了 当你工作了吗 等一下 我给你务工费 秦玉成垂眸看她 白子玲清澈的眼神充满认真 但她还是咬了腰头 不为别的 白子玲支付不起 她八位数的务工费 白子玲的含蓄言辞 很快被证明是多余的 老太太的话更加刻薄 各种不好的词汇 都朝着白子玲砸过来 坐在她旁边的中年女人 还在不断地附和 拱火 咱们家出名了 子玲搞这一出 还离结婚的小辈 名声都受她连累 这位女人是白子玲的大姑姑 而老太太左手边的一对夫妻 是白子玲的三叔 白子玲的爸爸排行老二 俗话说得好 疼老大 爱老三 最不待见的是中间 白子玲的爷爷在世时 还不那么明显 等老爷子去世后 他感觉老两家怎么看都不顺眼 白父为女儿开拖 但每次他开口时 老太太就更加得意地不骂 这次甚至牵扯到了白母 老太太拄着拐杖说 当初我就不同意让你娶她 自从她进门 咱家就不顺利 早年连个孩子都不会胜 现在 白老太太看到儿子异常难看的脸色 想起之前对儿子的承诺 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她看向脸色苍白的二儿媳 把一个闺女娇成这样 丢死人了 白子玲脸色一变 她了解奶奶的为人 骂她时 她还能顾及秦玉成的面子 但奶奶骂她妈妈 这就不能容忍了 她正要开口 房门被敲响 白子玲抬头看去 认出来人后 瞬间低头呸了几声 心里感到不祥 看着男人的目光 白子玲的脸颊微红 解释道 这是我大姑姑的女儿 也就是我的表姐 从小就喜欢欺负我 总觉得比我大就可以随意 捏我的脸弄红弄肿 说到这些往事 白子玲由于愤怒而眼眸圆瞪 脸蛋白嫩 犹如大眼睛的幼猫 异常可爱 她没有察觉到 在她说到从小欺负我 捏我的脸时 站在她面前的男人的神情 微微一顿 小时候 她也曾是那个讨厌的人 欺负 掐红了那个小姑娘的脸 男人垂下目光 注视着白子玲 人论白嫩的脸蛋 保持沉默 子玲 听说你被楚云轩抛弃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别提多难过了 毕吉就赶过来安慰你呢 对面传来一道假惺惺的女生 白子玲没忍住翻个白眼 难过 她听到这个消息 怕是要仰天大笑吧 事实上 正如白子玲所想 在冯玲玲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毕吉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 拉着男朋友 就往白子玲家赶 当初知道白子玲即将嫁入豪门 当豪门少夫人时 冯玲玲有多羡慕嫉妒 此时就有多得意高兴 她就喜欢看着白子玲 过得不如自己 冯玲玲拉着男朋友的手 捆捆走近 你已经太苦了 好不容易绑上个有钱人 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要我说 也是你性格太野 不讨男人喜欢 你就应该跟我学学 白子玲心里的火气往上冒 但怕吓到秦玉成 咬牙忍着没说话 冯玲玲说 忘了介绍了 这是我男朋友 公司高管 前途无量 玲玲你过来 别耽误你外婆教训她 子玲真是的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竟然学坏了 水性洋花勾引男人 太不像话了 大姑姑道 冯玲玲在他妈妈身侧坐下 目光落到秦玉成身上 第一眼是隐藏不住的惊艳 电话中只听说 白子玲在楚云勋逃婚后 找了个新郎 可没想到 找的这个男人 外貌这么出色 再看他男朋友 只算得上周正的五官 冯玲玲暗暗咬牙 长得帅有什么用 他男朋友公司高管 有前途 白老太太继续骂白子玲 冯玲玲在一旁拱火道 楚云勋是不是发现 子玲出轨了 她才逃婚的 这话一出 白老太太用词更加难听 小时候就长得不安分 跟人家男孩子一起玩 现在又干这种 丢人现眼的事情 真是丢了八辈子没 碰上 听着骂声 冯玲玲得意地撇她 小说就是这样 冯玲玲故意做错事污蔑她 等奶奶骂她时 再露出这副 得意洋洋的表情 在楚家那里 受了一肚子气 到家又这样吵吵闹闹 她几乎压不住 心里的火气和委屈 轻声跟秦玉成道 这里太吵了 你去我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秦玉成确实不喜欢 这种嘈杂的场合 不过看到 白子玲的眼间的委屈 鬼使神差问的剧 要我帮忙吗 陌生人都会关心她一句 可奶奶 大姑姑她们 对自己只有辱骂和指责 白子玲勉强露出个笑脸 没事 我自己可以的 等把秦玉成送回她卧室 白子玲脸上的笑 消散得干干净净 她登登登跑回客厅 气势汹汹 骂我 你有本事去骂楚云勋啊 她出轨 你们不为我委屈 还骂我 楚云勋出轨 到底怪谁 是我逼着她逃婚的 刚刚顾及我老公在场 不好跟你们撕破脸 你们还真当我白子玲好 欺负不成 房间隔音并不好 站在与自己格格不入的 粉嫩小女生卧室里的秦玉成 听到了白子玲的这声 怪不得让她进屋 是怕她在场 影响她发挥吧 她是白家的千金 从小就被爷爷教授中医的奥秘 长得美若天仙 是所有人眼中的完美女神 但是 她却被未婚夫出轨逃婚 被奶奶和亲戚指责骂 秦玉成脑海里浮现一个Q版小人 脸蛋和身形圆润可爱 肉呼呼的小手还挥舞着 仿佛在生气的和对方吵嚷 她觉得有点可爱 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了一死 客厅中 冯玲玲走了出来 责备道 子玲 你怎么跟外婆说话的 白子玲毫不示弱 你对我闭嘴 脚屎棍说的就是你 楚云勋先出轨逃婚 我再找一个老公怎么了 人家寡妇在家都正常 我换个老公的人选 就水性洋花了 老太太脸色一沉 楚云勋跟你订了婚 你就不能改 而且 楚云勋为什么出轨 难道不是因为你性格顽劣 让人难以喜欢 这番话虽然是楚家人说的 白子玲并不感到意外 但当这样的话语 从她亲奶奶口中说出 她感到心头一阵凉意 自小到大 除了爷爷 白家人对她都是阴阳怪气 爷爷之所以喜欢她 只是因为她有学中医的天赋 而其他亲人却不以此为喜 白子玲心知肚明原因 却因楚云勋的事情 让她被奶奶如此指责 让她感到难以理解 楚云勋出轨迷 也要怪我 是我让她出轨的吗 你从小不喜欢我 我可以理解 你宠冯玲玲 三叔家的孩子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 为了一个外人 你居然要指责骂我 难道我这个孙女 在你眼里还不如一个外人 老太太欲言又止 却被一个男人打断 她拉过白子玲 将她挡在身后 妈 这是我家的事情 我们还要打扫房间 你们该回去了 老二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家的事情 你为了她这个丫头骗子 要跟我分家 老太太气得呼吸急促 白富没有开口 但她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 儿子公然对抗她这位母亲 老太太气得几乎要晕倒 她拿着拐杖起身 冲向门外 老太太离开后 白子玲的姑姑和三叔一家 也纷纷起身跟着离去 只有冯玲里没有动 她缓缓走到白子玲面前 听说楚元勋在婚礼前夕逃婚 你这个老公 难道不是租来凑数的吗 白子玲内心的怒气还未平复 听到这番话 她的眼皮猛地跳动了一下 周围的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 门口的大姑姑听后 哎哟 妈 我们错怪子玲了 她哪有水性洋花的本事 那个男人肯定是她找来救场的 三婶也跟着说 子玲真可怜啊 本以为她能嫁入豪门 结果还是被人抛弃了 以后咋办 找对象可得小心 别找个离婚的 三婶怜悯地看着白子玲 大姑姑接口 是啊 虽然没跟楚元勋结婚 但也差不多了 子玲 等几天大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你姑父侄子前几天刚离婚 他们两人叽叽歪歪 几乎逼得白子玲要笑出声 新郎是真的 他们说她朝三暮四 花心草率 新郎是假的 他们却嫌弃白子玲无用 被男友抛弃 可怜无能 还要给她介绍大龄离婚男 白子玲外国那边的亲戚 被她和冯玲玲的对峙 气得蹊跷生烟 白富白母也是一脸难看 白母本是温柔的人 不愿和他们争吵 可是看着他们对白子玲的冷嘲热讽 她也忍不住发火了 和他们吵了起来 大舅妈见她吵不过 也一缕袖子 上前帮腔 客厅里一片喧嚣 冯玲玲站在白子玲面前 得意洋洋的笑着 她虽然不如白子玲聪明漂亮 但她有什么好气的 白子玲不是被楚元勋甩了吗 她今天终于可以翻身了 冯玲玲故意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 说道 要不我把我男朋友的表哥介绍给你 她虽然快40了 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 但人挺老实的 不会介意的过去 白子玲听了 气得差点笑出来 她扫了一眼客厅 一把抓住正中间的观音像 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是老太太几年前送来的 她非要摆在客厅 说是招子 让她妈妈再给她生了弟弟 白子玲和父母早就对这个东西不屑一步 今天正好阶级摔了 观音像碎了 发出一声巨响 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白子玲身上 她无辜对她的贪手 一脸委屈 我不小心碰到了 她说完 转头看向冯玲 一脸疑惑 我长了这么一张如花似玉的脸 你怎么会觉得我需要做人给我撑场面的 她虽然自夸 但谁也否认不了 白子玲这张脸 从小就生的粉雕欲灼 对长辈们叫一声阿姨叔叔 就能填到人心里去 长大后更是美得惊人 皮肤白皙细滑 如冰如玉 一双眼睛灵动如心 唇红不失之粉 轻轻一笑 妩媚动人 她的美不带杀伤力 却让人心动不已 面对冯玲玲这个从小就和她斗来斗去的人 白子玲了然一心 她扫了一眼她的脸和身材 白子玲深沉的N了一声 直戳她的痛楚 你长得 你不懂也正常 冯玲玲从小就眼红她的脸 恨不得把白子玲的皮疤了换上自己的 这句话直接气得她脸色发紫 白子玲淡淡的说道 我听说楚仁勋逃婚了 只要有人打个电话给她 新郎就变了 我老公以前也追过我 不过我觉得她长得太帅了 没安全感 所以没答应 现在 都是缘分呀 这话虽然有点炫耀 但也是实话 想起秦玉成的脸和身材 大舅妈也赞同道 是啊 小秦长得真是帅 谁要是有这么一个男朋友 也会没安全感的 大舅妈瞥了冯玲玲一眼 子玲从小过家家的时候 就经常有男孩子 为了当新郎而打架 追求者多一点很正常吧 众人都觉得这话在理 大姑姑看着白子玲那张娇艳无比的脸 也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 看着冯玲玲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脸 白子玲心里爽得不行 她一时得意忘形 说道 大姑你们要走了吧 我去叫老公出来送送你们 这话一出口 白子玲就后悔了 本来就是假的 他们少见面为好 她何必多此一举 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 说不回来了 爷爷 我没躲着你 S市那边的分公司有点麻烦 她无奈地说 你是不是要出差半个月才能回来 爷爷你怎么知道 这次我确实要在S市待半个月左右 电话那头哼了几声 上次让你见完成家姑娘之后就这样 半个月没回家 就因为让你相个亲 你 其玉成扶着额头 正要解释 房门突然被推开了 老公你忙不忙啊 大姑他们要走了 我们去送送他们吧 这声老公叫得娇媚动听 又软又甜 语音绕梁 听得人心痒痒的 他是他的新郎 也是他的假老公 他们的婚礼 是一场误会造成的闹剧 他本以为自己能摆脱他 没想到却被他缠上了 白子玲与的男人对视了一眼 男人的眼神深邃忧沉 他心跳加速 而冯玲临等人 却就在不远处 他只好因着头皮继续呼喊 并向秦玉成使了个眼色 老公 看着他眼神像是抽筋一样 秦玉成勉强明白了他的意图 然而 耳边就传来爷爷的声音 玉成 我怎么听到有人说话 他是在呼唤你 平时爷爷常常装聋装瞎 感叹自己老了 说如果再不结婚生子 以后都看不到 孙媳妇的样子和声音了 但今天 听得分外清晰 秦玉成既无奈又好笑 语调一如既往的平稳 爷爷 他不是在呼唤我 我旁边有一对夫 爷爷 秦玉成正在与他爷爷通电话 白子玉心头一沉 立刻站直了身子 低头有些心虚 秦玉成话还未说完 客厅里的白母突然开口 子玲 玉 玉成在忙吗 如果他忙的话 就别让他出来送了 刚才或许还能解释 但当秦玉成的名字 从白母口中喊出来的那一瞬间 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一向沉稳成容的秦玉成 这一刻竟然涌上心头 一股慌乱和无力胆 只能在心里祈祷 平时自诩延迈 冷哼一声 拐杖敲击的砰砰作响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你旁边那对夫妻 男的刚好也叫玉成 秦玉成选择保持沉默 对面常常叹了口气 我年纪大了 你正直壮年 翅膀硬了 做什么事都爱戏弄我这个老头子 秦玉成不承认这句话 没有 那你就实话实说 刚才是不是在喊你 老爷子语气严肃 抬眼看了一眼 正低着头的白子玲 他捏了捏眉心 随着他的承认 老爷子的态度瞬间大变 先是哈哈大笑几声 然后亲了亲嗓子 你这小子 有媳妇了也不跟我说 如果我知道 还会让你去相亲吗 好了好了 你快去送送人家奶奶 等晚上让我孙媳妇 给我打电话 如果等不来电话 老爷子笑意一收 抬起拐杖敲了敲地板 加重声音 我就亲自去S室找你 挂断电话后 秦玉成抬眼 白子玲小跑到他面前 小姑娘低着脑袋不敢看他 他看着脚尖 愧疚不安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乱喊 我会向你爷解释清楚的 看着他 秦玉成发现自己 居然责怪不出口 他个头直到自己肩膀 娇小瘦弱 年龄比自己小了好几岁 今天经历又特别崎岖坎坷 刚刚还在被亲戚骂 秦玉成无声叹了口气 算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跟他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 没事 不是去送你奶奶吗 走吧 没想到他非但不生气 还愿意配合他 白子玲突然抬起头 圆润的大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水灵灵的 美丽的让人心疼 他今天经历了太多 如果不是怕在亲戚朋友面前出丑 他真想躲进房间里哭个痛快 楚云勋的反复无常 楚家人的无理取闹 亲戚们的冷嘲热讽 他脑海中闪过他们的脸 最后定格在秦玉成的身上 他是白子玲见过的最帅的男人 他不爱说话 沉默寡言 有些冷漠 秦玉成对他来说 是个陌生人 却也是今天帮他最多的人 白子玲轻轻地吸了吸鼻子 微微弯起嘴角 对他笑了笑 谢谢你 他的眼神里 扣着一股坚强 却也让人不忍 就在他走出卧室的那一刻 秦玉成忽然开口说 你笑起来 很好看 白子玲愣住了 冯玲玲看着他们并肩而立的身影 手指紧紧地捏在一起 发出咳咳的声音 白子玲身穿红色的旗袍 修身的剪裁 显出他窈窕的身材 鲜艳的红色 衬着他面色红润 小脸嫩白 他的性眼如同清澈的泉水 波光玲玲 娇俏动人 而他身边的男人 高鼻深目 五官深邃 身材高大伟岸 两人站在一起 十分般配 从外貌上看 他的男朋友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还记得婚礼前 他曾经带着男朋友 去找白子玲炫耀 现在想起来 冯玲玲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强忍住心中的波澜 随口问道 子玲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家里有没有车房 今天结婚 怎么没见他的父母亲戚 冯玲玲突然想到了什么 瞪着一双恶毒的眼睛 难道 他是个孤儿 白子玲对他了无指掌 一眼就看出他的用意 白子玲脸色一沉 怒声喝倒 冯玲玲 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还是眼下耳聋了 今天是意外情况 我还没来得及 跟我老公的父母说 你再敢乱说 我就让你头破血流 白子玲嘴巴不停地说 像是一挺机关枪 一发不可收拾 秦玉成对他这么好 他怎么能让他 在他面前被人嘲讽 他白子玲 还有没有良心 男人低垂着眼睛 看着他气势汹汹的小脸 他身材娇小 五官精致灵动 尤其是那双眼睛 情绪变化万千 他哭泣时可怜兮兮的 像是个小受伤的动物 他对付敌人时机灵聪明的 像是只小狐狸 他现在像是个握紧拳头 保护自己的小野兽 不过被他这么护着 也挺不错的 我在A是工作 最近到S是出差 工作 男人顿了顿 秦玉成想了想 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工作我什么都能干 工资够用 父母离婚了 我跟爷爷住在一起 车何妨 他话还没说完 白子玲就以为他是不好意思 说自己没有车房 他心里一暖 觉得他很可爱 谁不想一点面子呢 他白子玲如果在乎这些 还会找秦玉成当新郎吗 他还住男人的手臂 老公 你不用跟他们说 有没有车房又能怎样 咱俩共同奋斗 早晚都有 小姑娘身上清淡而好闻的心香 往他的鼻子里钻 胳膊被他抱在怀里 贴着他柔软的身体 秦玉成还记得拉着他胳膊 那一瞬间的触感 软得跟豆腐一样 他的身体柔软无骨 他的身体却皆是有力 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 秦玉成本能地想要抽回胳膊 但四周的目光 让他皱起眉头 只好忍住不动 秦玉成的话音刚落 冯玲玲的脸上 就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他听到的话 让他觉得 秦玉成就是个父母离婚 有个累赘的爷爷 没有稳定的工作 工资不够花 只有一张好看的脸的男人 大姑姑捂着嘴笑 哎呀 紫玲你真有眼光啊 找了这么一个好男人 冯玲玲也故作关心地说 紫玲 你虽然被人甩了 有点瑕疵 但我作为你的表姐 也不想看你 嫁给这么一个差劲的人 我男朋友的表哥 是S市的本地人 有车有房 我相信他不会建议你的过去 冯玲玲也故作关心地说 紫玲 你虽然被人甩了 有点瑕疵 但我作为你的表姐 也不想看你 嫁给这么一个差劲的人 我男朋友的表哥 是S市的本地人 有车有房 我相信他不会建议你的过去 他的生活看似完美 直到今天 他被家人逼迫 与一个将近40岁 有两个16-17岁儿子的表哥结婚 白子玲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地笑 条件这么好 你就自己留着吧 我老公挺好的 长得帅 基因优良 不会生出你这样的丑八怪 让人心烦 他平时很有礼貌 从不攻击人的外貌 但冯玲玲一直犯贱 惹他不快 白子玲实在忍无可忍 冯玲玲脸上的笑容僵住 脸色铁青 白子玲 你说什么 哎呦 表姐你年纪轻轻 怎么就耳背了呢 真是可怜 白子玲嘖嘖道 一副同情的样子 冯玲玲气得肺都要炸了 恨不得撕按白子玲的嘴 大姑姑也冷着脸 冷哼一声 长得好有什么用 又不能当饭吃 还是我准女婿好 年薪25万 有车有房 在润风公司当经理 年纪轻轻 前途无量 润风这两个字一出 其玉成眼底 闪过一丝阴沉 他对润风很熟 他来S市 就是因为润风这个公司 出了问题 过来处理 白子玲嘴巧 吵架的事情 他脑子转得飞快 张嘴就到 大姑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 怎么不能当饭吃了 看着我老公这张俊脸 我一顿能吃两碗饭 再说了 我这个当亲侄女 亲表妹的 还是想跟大姑 表姐提个醒 咱们都是体面人家 不能太物质 人家有车 有房 是婚前财产 如果以后表姐结婚又离婚 那些东西跟表姐没半点关系 不等冯玲玲她们说话 白子玲又迅速的说 大姑表姐 我这说的 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你们可别把我 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费 如果是别人 我才不说呢 三婶就妈 你们说声声 三婶是个看热闹不闲 是大的 她立即接话 子玲说的是实话 对 不能太物质 一番话 把冯玲玲母女俩 对得无话可说 如果反驳白子玲 她们就是不是好人心 不说 她们满肚子的火气 发泄不出去 还没结婚 白子玲就咒骂她闺女 她离婚 气得脸红了又轻 轻了又紫 没了半天 脸色难看的离开 看着她们满身气愤的背影 白子玲靠着她的胳膊偷笑 活像一只干了坏事的小狐狸 眼睛明亮 小脸圆润 察觉男人的视线 白子玲笑一呼的一声 装模作样的咳了一声 我平时很温柔的 朋友同学都说我温柔似水 善良柔弱 温柔似水 善良 柔弱 虽然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 彼此还不了解 但秦玉成不信白子玲的话 她没有说破 只是淡淡地问 你说什么 白子玲以为她没听清 就点起脚尖 凑近她的耳朵 我说我平时不是这样子的 我很温柔 话还没说完 她就看到她眼底的戏血 顿时脸红了 你戏弄我 秦玉成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装听不到 白子玲年纪小 幼稚一点也就罢了 她怎么 想到自己被她识破 她还不知廉耻地说自己温柔似水 白子玲羞的脖梗都染上飞红 她赶紧松开秦玉成的胳膊 拉开距离 不敢再看她 他们突然分开 秦玉成看着袖子上白子玲留下的褶皱 忽然感觉胳膊有些冷 送走了亲戚 原本拥挤的房间瞬间变得宽敞 吵吵闹闹了一整天 忽然安静下来 他们竟有些不适宜 房间里贴满了喜庆的红霜喜和材质 地上散落着糖纸 瓜子皮 亲戚们走后留下一片狼藉 白母揉着太阳穴 子玲 正说着 她回头看到那个身材修长的男人 顿时说不出话来 她一时竟然忘了秦玉成还在 男人的五官棱角分明 一双黑毛犹如幽坦 身不见底 她微微汗手 与白母对视 她话不多 举止彬彬 不惊不乏 但她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压迫感 让人对她心生敬畏 还有从小生活优越的焦躁 秦玉成没有楚云勋那样的 稚气和焦躁 她给人的感觉只有沉稳内敛 成熟靠谱 白富更喜欢秦玉成这样的人 当她女婿 虽然秦玉成条件比不上楚云勋 女儿嫁给她算是低价 但他们相信 如果女儿受了委屈 秦玉成一定会为她出头 而不是像今天这样 楚云勋逃婚 给女儿带来了巨大的羞辱 他们却不敢向楚家人 讨要一个公道 想到今天女儿的遭遇 白富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 当初就不该答应 楚云勋奶奶的错 看着白富低着头 满是懊恼和自责 白母心里也很后悔 她只想着 女儿嫁过去能过上好日子 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 白子玲看着父母的样子 有些无奈 她谁都不怪 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是她眼瞎 看错了人 她不想再提这件事 顾及请玉成在场 她转移话题 道 老 她差点又叫出老公两个字 她今天已经喊得太多次了 白子玲的脸又红了起来 她赶紧改口 玉成 你回我房间休息一下吧 我帮我爸妈收拾一下房间 半个小时左右 咱们再走 她平时并不住在家里 而是在外面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秦玉成看出 白富白母有话要说 就跟他们打个招呼 继续回到那个充满少女心的房间 刚一打开门 秦玉成就听到白富的声音传来 乖乖 她以前真追过你 你没同意啊 她 追她 秦玉成脚步一顿 回头就看到 白子玲的脸红的像个熟透的苹果 她的坏话刚好被正主听到 她窘迫得要命 赶紧收回视线 不敢看秦玉成的表情 白子玉太紧张 说话都没经过大脑 爸爸 我瞎说的 是我 是我追的她 秦玉成转过头 走进房间 正要关门 又听到白子玉的后半句 她说我长得太漂亮 怕我跟人跑了 她没安全感 就没答应我的追求 门一关上 秦玉成看了看这个不大的房间 布置得很温馨 空气中还有小姑娘身上的香味 她眼底闪过一丝笑语 这个白子玲 真是有趣 她明明是个陌生人 却冒充她的老公 一起回了家 本来是一场假戏 可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是她儿时的仇人 白富白母点头 他们信了闺女的说辞 别的不说 附近的人谁不夸她们闺女长得漂亮 秦玉成会对她有意思 也是情理之中 白母迟疑了一下 问道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白子玲本想说 以前是以前 现在我们没有感情 她只是来救场的 可是她抬头看到妈妈眼角的皱纹 又多了几条 眉眼间透着疲惫 还有爸爸 发病已经斑白 她去拿扫把的时候 背脊比平时弯了许多 经过今天的事情 他们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 她是晚辈 今年才22岁 父母却都50岁了 她从小就比其他小孩调皮 经常闯祸 可爸爸妈妈从来不责怪她 总是替她收拾烂摊子 今天又因为自己的事情 让她们操心 实在不笑 白子玲眼眶发酸 收回视线 故作轻快地说 当然是先出个试试 你们也知道 我就爱长得好看的 绿辰长得符合我审美 今天我一给她打电话 她立即就来帮我 她对我大概也有意思 爸妈你们就别操心了 大姑他们的话 你们也别听 你们归于我长得漂亮 还怕长到对象吗 白母叹了口气 当然不怕 就是怕你心里难受 云勋她 别提她的名字 是我这个当爸爸的没本事 闺女受这么大委屈 我都没能耐 白子玲一瞪眼 谁说爸爸你没本事 我跟谁急 爸爸你教书于人 教出那么多高材生 好啦好啦 郁辰多好啊 个高又帅 比楚怡君长得好看多了 我怎么可能会难受呢 其郁辰的电话里 传来了管家的声音 少爷 你是不知道 刚刚老爷子挂断电话 就喝了一碗补汤 吃了两块糕点 然后去花园散步了 说要锻炼身体 不能冰样样的以后 抱不动宗孙 知道少爷谈的女朋友 老爷子别提多高兴了 像是压在心底的大石头扳开了 以前整日爱生叹气 现在别提多精神了 对了 老爷子还让刘医生过来 给他配强身健体的药 说等他身体调养好点 就去S室找你 秦玉成了解老爷子的性格 说一不二 既然这么说 他就知道他真会来 挂断电话 他按着太阳穴 头疼欲裂 半个小时后 白子林准时敲门 他跟白富白母道了别 拉着秦玉成走向楼道 这是老小区 没有电梯 不过白家住的楼层不高 三楼而已 上下楼也不费劲 白家在这住了二三十年 邻居都熟悉 刚走几步 就碰到一个拎着菜的中年女人 他眼里闪过惊讶 转而八卦地说 子凌 今天你不是结婚吗 怎么回来了 说着 他在白子林身色的秦玉成身上 打量了一番 一身贵气 显然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他没见过楚云勋 还以为秦玉成就是 亲戚都来我家了 让我老公来认认人 白子林随口编了个理由 哦 我还以为新婚第一天 就到变个回娘家了呢 他话里带着冒犯 脸上还露出一副失望的神色 白子林勉强笑了笑 他跟这人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回道 怎么会 我可没有家姐跟婆家吵架的本事 再说我老公脾气好 想吵也吵不起来 家姐是眼前这女人的闺女 继承了她的暴脾气 和搬弄是非的嘴 在婆家稍有不顺心 就要吵吵闹闹 严重了还要动手 女人脸色一变 等白子林和秦玉成走远 骂了一句 不就是嫁得好吗 得意什么 这边 白子林跟秦玉成解释道 刚刚那个阿姨住四楼 最爱搬弄是非 如果我不对她 她转头就会跟人说我被人抛 话还没说完 白子林忽然讽刺地笑了笑 差点忘了 她确实被人抛弃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背齿紧咬 飞快地瞥了深色的男人一眼 然后连望低下头 碎发遮住了她眼底的想法 她知道这么做不厚道 甚至有点汪恩负义 浓腹雨舌的意思 可是 秦玉成看着深色的小姑娘 她父母不在身边 她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情绪 周深散发着一股心烦意乱 和难以化解的忧愁 走向小区门口的路上 白子林叹了35次气 欲言又止地看了她15次 她不说 秦玉成就装作不知道 白子林问道 你住在哪 我先送你回去 冰井 男人简单回答 那是今天举办婚礼的酒店 在S是数一数二 也是储家家境好 才舍得在那里办婚宴 白子林眼睛微微转动 乌黑的眼珠灵动清透 秦玉成不动声色地挑了挑眉 她对白子林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她那小脑瓜子 此时大概在打着不知名的小算盘 你来S是出差是吧 什么时候回A市 白子林装作随意地问 大概半个月左右 小姑娘的眼睛顿时亮了不少 眼里仿佛滑过万千流星 她却故意皱起眉毛 说道 住这么久 酒店多贵啊 要不你住我家 我家就我一个人 不收你房租 她听到她说要住她家 神色不变 说道 姑娘把你住一起不合适 我们也不熟悉 白子林一脸正经认真的说 咱俩都结婚了 住一起哪里不合适 再说了 正因为不熟悉 咱们才要多接触多了解啊 秦玉成停下脚步 她大概知道 白子林打的什么小算盘了 白子林一把抱住她的胳膊 大哥 呜呜大哥 我知道我臭不要脸 我凡人精 我狗皮膏药 她眼眶里的泪水 一下子就溢了出来 眼睛发红 哭得好不可怜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帮我撑场子 帮我应对亲戚 我非常感谢你 我恨不得想跪下给你磕头 她先贬低自己 再吹捧对方 这一套做得娴熟自然 呜呜我是无赖 我臭不要脸 大哥 咱们好歹也算是结了婚 你看 你能不能再帮帮我 她终于露出了 她的小狐狸尾巴 以前 秦玉成最讨厌算计她的人 胆敢算计她的人 最后都没好下场 可如今 她看着白子林圆润小巧的脸 看着她满眼泪水 鼻头红红的可怜样子 她就想起了 而是欺负过的小姑娘 当时不懂事 等长大后 时常感到内疚 看着跟记忆里相似的脸 秦玉成心里一阵无力 明明自己欺负过的人 不是白子林 为什么看着她 还会对她产生愧疚 她无奈地说 你先放开我擦擦眼泪 我们慢慢说 她是A是最有权势的商人 她是S是最漂亮的小姑娘 他们因为一场意外 签下了一份假结婚的协议 秦玉成觉得自己的耐心 都被这个初见面的小姑娘给消磨了 呜呜 不要放开 你一走了之我怎么办 你腿长 我追不上你 她是怕她跑了 才死死地抓住她的胳膊 秦玉成低头 看着她瘦弱的身材 纤细的四肢 心想如果她真的想走 她根本拦不住她 别哭了 小区门口人来人往的 要是有人认识你怎么办 她话还没说完 她的泪水就突然断了 脸色一变 比穿剧变脸还快 秦玉成又无奈又好笑 这个小姑娘真是古灵精怪 还很在乎面子 白子林也意识到 自己说得太快了 她假装哭泣了几声 哽咽地说 旁边有个小公园 我们去那里说吧 这次秦玉成忍不住了 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眼里闪过一抹细血 白子林只想着 怎么说服秦玉成 答应她的无理要求 没发现她笑了 她从小就住在这里 对这里很熟悉 带着她拐了几个弯 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她拿出纸巾 仔细地擦了擦长椅 秦大哥 我们坐下来说 她因为哭过的缘故 说话带着鼻音 软软的 这生秦大哥 听着像是亲人一样 喊我名字就行 她马上改口 嗯 玉成 快坐 等他们坐下后 她又吸了吸鼻子 泪眼婆娑 我年纪小 不懂人心 被楚云勋一家给骗了 我跟她谈了四年的恋爱 她却这样对我 我这个人也没什么毛病 就是爱面子 又有点倔 不想被人瞧不起 所以我就对亲戚撒个谎 说 说你曾经追过我 她说着说着 感到羞愧 眼睫颤动 白子玲想让秦玉成帮她 只能老实交代 我爸妈年纪大了 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 她抬头望着她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给你钱 秦玉成看着她 小姑娘因为自己的厚颜无耻而脸红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她 手指紧张地扭着 心里七上八下 她沉默不语 白子玲的神色渐渐失落 卷起的睫毛轻轻颤动 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她哭得无声无息 眼睛和鼻头都红了 像是被遗弃的小孩 让人心疼 秦玉成的心里一阵酸涩 收敛了表情 说 你上午不是说 要给我买车买房的吗 白子玲吸了吸鼻子 低下了头 很不好意思 我骗你的 我没钱 那是在忽悠你 呜呜呜 我没钱 没权 被臭男人甩了 还要被亲戚朋友嘲笑 小白菜 地理黄 没人疼 没人爱 她刚说完爱 就感觉脑袋被人敲了一下 笨蛋 她听到男人低沉的声音 白子玲捂着脑袋抬头看她 眼泪汪汪 可怜兮兮 她又哭得更凶了 呜呜你打我 我脑袋好疼啊 秦玉成看着她的眼泪 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 心里一惊 她很久没跟小女孩打交道了 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气 正想着 她的胳膊就被她紧紧地抱住 你把我脑袋敲傻了 我不管 我要讹你 你必须帮我 你要是不帮我 我 我就死赖着你 她居然还有脸说要讹她 秦玉成看着她哭得稀里哗啦 只好开口说 我刚刚已经答应你了 你没听见吗 你什么时候答应我的 你 白子玲话风一转 想起她刚刚的那句话 她撇撇嘴 小声嘀咕 你答应的也太含糊了吧 谁能听得出来啊 秦玉成不愿承认是自己的问题 说 所以我说了 你是个笨蛋 白子玲哭得很有一套 可就是不知道 趁机逼她答应 反而还给她找借口 被她第二次骂笨 平时的白子玲 肯定要跟她吵不不休 可现在她眼睛一亮 嘴角勾起笑容 我笨 我最笨了 玉成你聪明就好了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等我有钱了 给你买车买房 对了 你还没女朋友吧 交给我了 我给你介绍 保证你满意 白子玲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秦玉成的怒光 随着她的动作 落在她的身前 小姑娘虽然年纪不大 但身材不错 旗袍勾勒出她的曲线 她倾壳了一声 站了起来 你又在忽悠我 白子玲一瞪眼睛 怎么会呢 我是真心的 等我有钱了 给你买奔驰 买坦克 嗨嗨 买劳斯莱斯 她挥舞着手 很有气势 看着白子玲这副模样 秦玉成觉得很有趣 但她也知道 她的话不能当真 这小丫头就会吹牛 她故意说 那我们去签个合同吧 白子玲的笑容一僵 她小心翼翼地抬头 合同里能能加上这么一条 等我觉得我有钱了 再给你买 一提到钱 她的脑子就清醒了 秦玉成笑了 直接了当地说 我今年27岁 近期没有结婚的计划 但爷爷催得紧 我帮你应付你的亲戚 你帮我应付我的家人 这个主意 是她在发现 白子玲的打算后 仔细想过的 秦玉成和白子玲之间的距离不近 只要他们配合得当 爷爷那边就不会察觉 她觉得爷爷肯定会喜欢 白子玲这样 活泼开朗的小姑娘 她自己也不讨厌她 既然如此 他们不妨合作一番 白子玲眼睛闪闪发光 好啊 半个小时后 白子玲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一头砸到沙发上 才敢松一口气 秦玉成还有工作要忙 还要去找律师签了协议 他们约好晚上再联系 这几天 他为了婚礼的事情 忙得焦头烂额 又哭了好几回 累得要命 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迷迷糊糊的听到手机响了 闭着眼睛摸了半天 拿起来放在耳边 喂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才传来一个熟悉的男生 子玲 你哭了 接着 男人换了一种语气 说 子玲 我上午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我不会娶你的 你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上台 你这样做 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 你明白吗 他想起中午接到他妈妈的电话 听到他在电话里说的话 没想到白子玲对他的感情那么深 但他心里只有隔壁的柔柔 他继续说 我爸妈是不是跟你说过 他们只认你一个儿媳 子玲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心里只有柔柔 你明白吗 这番话像一盆冷水 泼在白子玲的头上 他猛地清醒过来 他咬牙切齿 心里骂了一个名字 楚云勋 他居然还有脸给他打电话